娱乐中心综合报导陈怡过去时常在脸书与郑 纯格空开战 图翻设字陈怡脸书鸡排妹郑嘉纯 与原和雅真所官司缠斗 法官查到郑嘉纯109年名下午财产 所受给付约133万 110年的财产约48万 所得责位24万 由于先前鸡排妹曾购买6000万豪宅 因此消息曝光 引发讨论 对此郑嘉纯澄清是与亲友合资 房地产很快交易掉 当然名下没有财产 结果贴文一出 素敌陈怡变截图 喊话要国税局查一下 相关消息曝光时 陈怡4日 先是在脸书说 2020年名下财产 所受给付约133万元 2021年财产约48万元 申报所得24元 这样的财力 竟然有办法在2020年宣称 买了6000万大 区豪宅 究竟买豪宅是鹏风的 还是很擅长结税 国税局不用查吗 郑嘉纯5日上午7时许 也在脸书文解答这来龙去卖两年前投资房地产的专访 只有强调是和亲友合资买三间 两间是我的名 其中一间在新智上路前转让 另一间交屋后三月内就卖掉 指出自己缴了78万多的税 他说当时质疑有幽灵亲友 现在又质疑我根本没交易过 的很有趣 表示代销公司签预售 写本票给建商 银行办房贷 后续的房仲与买家 这几个阶段中 过我的资料的人也几十个人 直言很快交易掉 然名下没有财产 郑嘉纯最后说这两年多 先开 做事再开公司 负责人都是我 工作室和公司报资的差别 请自己查 陈怡针对郑嘉纯解释缘由 质疑对方只有清楚的 说明炒房流程 还是无法交代资金流向图 翻设自陈怡脸书 结果贴文曝光二分钟 就被陈怡截图 还特别将很快交易掉 当然名下没有财产画上红线 并在同五日天中午分享 该章截图说 这整篇只有清楚的说明炒房流程 还是无法交代资金流向 陈怡说 如果马上就转手卖掉 并且有获益 也是百万 名下怎么会几乎没有财产 钱呢 质疑郑嘉 却带头炒房 我认为您的财产 还可以几乎 我认为您的财产 我认为您的财产